男人会煮饭 女人为其转 俗话说 川菜做得好不好 龚宝鸡丁便知笑 说到龚宝鸡丁 可谓名养中外 很多人对这道菜的菜系归宿上持有争议 其实个人觉得不用纠结 清朝床子人丁宝针 神于贵州 石于四川 藏于山东 龚宝鸡丁床子于四川 远于中贵 将取骨夺好的鸡腿肉丁 加盐和料酒 抓拌盐制五分钟 然后用清水反复清洗后 积去鸡肉中的血水 加盐 捞抽 料酒 胡椒和葱姜水 反复抓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绿米淀粉 抓拌均匀备用 击出血水再加料汁热泡 可以有效地取出肉中的腥味 并让肉在短时间内吸出料汁 保持肉滋味和弹性 要想炒出鸡肉化的鲜美 用鸡腿肉 继续血水再加料汁抓拌颜值 这是重点以大葱切结 姜蒜切片 碗中加酱油 料酒 盐 醋 白糖 胡椒 味精 咸汤和土豆淀粉 调成里脂味料汁 搅拌均匀 最后加少许香油 搅拌几口 这道菜酸中带甜 甜中带咸 汤醋比例1比1.5 理智微型的基础 这是重点二 焯锅烧炒盐后下混合油化锅 单纯的菜只有不能完全突出这道菜的风味 只有添加足油才能真正做到化霜真香 这是重点三 大火流程油温下花椒炸姜 迅速同时下入干辣椒 鸡肉和姜蒜片快速划串 翻炒35秒左右下葱杯翻炒均匀 干辣椒在高油温下很容易焦虎 所以家庭炒制既要复辣又不焦虎 同时下入就是关键 这是重点四 烹入料汁快速翻炒12秒 像花生米和葱叶翻炒3秒关火起锅 家庭要想做到这道菜 锅中食材成熟度和口感刚刚好 全程最大后 食材和料汁下入的顺序和时间一定要掌握好 这道菜家庭操作全程不超过60秒 这是重点五 味道嘛 来点一点半 辣香酸甜 家常贵菜 这个做法 你一定要尝试 嗯 特色 好 好 词曲 李宗盛